無人機啟動升起 穿梭高空拍下優美山水景色 不只能搭載鏡頭留下記錄 不少空中絢麗展演 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變換隊形排列組合成個是圖樣 扣的就是機器上頭 這個黑色的衛星定位 移來精準定位 訊號一旦受到干擾 就有可能出現碰撞墜毀等情況 2020在台中舉行了 臺灣燈會就四十八架 無人機墜落 機身摔得支離破碎 如果是在人群上方 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那究竟是什麼因素會影響飛行 愛河灣人潮滿滿 民眾拿起手機狂紀錄 展演出包後 是否請大家如果要到現場觀看 手機要開啟飛航模式 但專家說手機造成干擾 可能性不大 其實你地面上有多少人用那個手機 是不會影響他無人機的表演 這個就有可能了 所以他們通常在飛之前要排除附近的無人機 干擾員除了個人無人機可能是因素之一 也可能透過調整訊號產生器 專家認為這次愛河無人機高空展演出狀況 很可能是受到人為干擾 現在電信警察也全力追查干擾源頭